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三平面几何关系的代数判定 那我们会特别针对只有两平面法向那样平行的情况做说明 首先呢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国中阶段所学过的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它解的情况以及它的几何关系 我们知道一个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它的图形画出来会是一条直线 因此连立方程式如果是恰有一组解的话 那两条直线就会相交于一点 那么其中的焦点就会是我们的解 那如果方程式无解的话 两条直线就会呈现平行的状态没有焦点 如果是无限多足解 两条直线就会呈现完全重合的情况 因此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它解的情况其实就是对应到几何关系当中两条直线的相交情形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三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好我们都知道一个三元一次方程式 它的图形会是一个平面 所以三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它解的情况所对应到的几何关系 就会变成是三个平面的相交情形 好一个三元一次方程式会是一个平面 所以三个就会是三个平面 下面我们就会来探讨所有的相交情况 当delta不等于0的时候 代表三元一次连立方程式呢 是恰有一组解的情况 那它的几何关系就代表着三个平面会交于一点 而这个交点就是方程式的解 delta分之delta s delta分之delta y delta分之delta z 好所以图形就像这样 三个平面会恰好交于一点 好那么当delta等于0的时候 我们知道连立方程式解的情况 是属于无解以及无限多足解的情况 那它的图形会呈现什么状况呢 就会有很多种 那因此我们会透过三个平面的法向量来探讨 它们的相交情况 那三个平面的法向量它都会共平面 那总共的相交情形会有七种 好首先我们先看 当法向量三个法向量接平行的时候呢 会有三种情况 首先第一个是三个平面会完全重合 那代表连立方程式是无限多足解的 第二种情况是两平面重合 但是与第三个平面是成平行的 那这是无解的情况 好第三种是三个平面都互相平行 那也是无解的情况 好再来我们来看两个法向量平行 另一个不平行的情况 那总共有两种 好首先第一个 两平面重合 与第三平面相交于一直线 好那这代表连立方程式是无限多足解的时候 好那么另一种是两平面互相平行 与第三平面分别交于一条直线 那这是属于无解的情况 好最后我们来看 当三个法向量均不平行的时候 那情况也会有两种 第一种是三个平面两两不重合 而且相交于一直线 好那这也是无限多足解的情况 另一种是三平面两两交于一直线 但是没有共同的交点 好那这当然是无解的情况了 好所以当delta等于零的时候 三个平面的几何关系 总共会有这以下这些情况 好 好我们把我们上面做的讨论 做一个结论 好一个三元一字连立方程式的解 以及它的所代表的几何关系 我们可以做成下面的整理 好如果当delta不等于零的时候 方程式是恰有一组解的情况 那它的几何关系就是三个平面会恰交于一点 那这个交点当然就是方程式的解 好当delta等于零的时候呢 首先会有一种情况是无解的 那无解所代表的几何关系 就是三平面没有共同的交点 好那另一种是方程式呈现无限多足解的情况 那它的几何关系就是三平面会交于一直线或者是一平面 好了解了联立方程式解的情况 以及它的几何关系之对照后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来做练习 好我们先看一下题目 题目要我们判定这三个平面呢 它们的相交情况 好所以呢我们就来观察这三个平面的法向量 首先第一个平面我们透过化解 可以发现它跟第二个平面是呈现完全重合的情况 好那它们的法向量呢 都是一负一二 好那第三个平面的法向量是一一二 那与一二是不平行的 好所以我们知道 它们的相交关系会是一二完全重合 那第三个平面与第一第二平面相交于一直线 就是这种情况 好那同学呢就可以利用观察法向量 来判断三个平面的相交情况